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外资开始回来了 因为今年卖太多了 卖了六千多亿这项的话 股市事实上待会我们从国际股市来看的话 科技股都快要创新高了 都快创历史新高了 所以外资一定要回来 你很难想象今年的疫情的 或者美国现在好像还在抗疫暴动之类的 好像都影响不大 那但是我说过台股有机会来到一万两千点 但是大家不要觉得说就是会一直上去 上去之后中继有下来的时候 那来到一万两千点的时候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做个短线的close 对不对 但这段时间还有时间 最好不要每天涨一百多点 那三五天就结束了 总结会快要一万一百五 一千五百点了 快要了对不对 你真的来到一万 你现在如果只差六百点到一万二的话 六百点是很快的好不好 是那几%而已好不好 所以大家先注意这个一万两千点 也要注意一个转折点 到时候我们因为每个礼拜都会来 这边跟大家做分析 到时候会跟大家讲时间什么之后怎么看 那该卖就先卖 等到拉尾要买再买 那现在你不要想它 因为一万两千点还有点距离嘛 大家就全力做多 那做多什么呢 没有涨到的 就开始就是说被动元件 矽晶元 瓶盖股 是 这几个部分没有涨到的 涨很多就不要去买了 比如说千金股也涨那么多了 对不对 生技股涨那么多了 不要去买了 好 那突然间比特币 又快要接近一万美元了 对 这个也是大家可以留意 因为 美国股市的比特币概念股 昨天这两天突然间在狂飙 是 那比特币今年 这一次如果 已经三次过一万又掉下来 今年 今年才几个月而已 对不对 过一万又掉下来 看会不会再过一次 这次过一次的话 会海阔天空 但是我认为它过的机会很大 而且会直接冲上去的机会很大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这个今年的比特币跟网人不一样 因为今年是中国大陆 有意用数位货币 那中国大陆一个叫比特大陆 这一家公司没有上市 他还准备要IPO 是 那比特币今年减半 很多不想挖矿的人都 因为量太少他就退出了 减半有受势力多 对 那另外呢 那美国有一些股票 这些公司的话 跟比特大陆 主要今天 主要是华尔街大陆 大家都在讨论比特币有什么呢 因为突然间比特币大涨 对 大公司买了一堆挖矿机 这个人工 机关 放在城口 其中标元口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你看到这个道琼距离高点还远 对 还蛮远的 这个不用管他 所以他最近补涨 那斯达克这个快创历史新高了 真的 1.2%而已 1.2% 就是说等同一台北股市涨100多点 他就创新高了 是 这今年的疫情都没有了 对不对 好你再来看一下这个 费什么半导体 你看这个也是啊 对 只是1%多1%而已啊 对不对 这个快一点 今天晚上美股就创历史新高了 是 所以大家不要想说 外资要认错回补 大买 你看来看一下 好 苹果也快创历史新高了 是 今天最新的消息 里面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瑞幸啊 还调高他平等 不过调高平等的 好像不是很有诚意啦 因为调高平等 就是在附近价 在调高什么 来 所以我懒得讲了 来看一下 好 你看这是匹特币概念股 有没有 底部这样子 对 他就两三根啊 前一天 上次那个也是过万点 过万元 你看他怎么看 涨18% 是 这个不动则移动 就涨了 来看一下下一档 这个涨19% 多久没有动了 我跟你讲 再烂就是这样嘛 你看这几年 比特币不是很烂吗 他就这样 你说这个不是往上看 不是往下看吗 再烂就这样 要涨19% 再看下一档 这个啊 这为什么这个涨比较多 你有没有注意到 因为啊 他跟那个比特大陆 买了一千台挖矿机 挖矿机很贵的 开玩笑 一千台挖矿机 我说这个一定有原因的 你看这个最强 好我们再看下一档 好 价钱指数呢 大家留意一下 一万二近在直尺 你怎么操作而已 过了一万二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告诉你 把它卖掉 等拉回再买 是 几月几号 会有这个问题 待会陶一跟大家讲 你要加入我们TELOQ 就这个 遵循我们的这个做法 来看一下喔 好台积电你看 好久没有看到 连三孔都是跳空的 那有水吧 外资回补才有这个东西 这样嘛 我们再看一下喔 好 环球金 我认为就这种补涨的股票 最有机会 整理很久了 把握这种补涨的股票 不要再追生技股了 生技股一停下来 环球金就冲上去了 他们是权重的关系 来看一下 国序呢 刚好今天要开股东会 股东会要怎么跟大家讲 我觉得这是现在的重点 他公布五月营收相当好 是十六个月来的新高 你不能说他不好吧 整理了到一个程度上 拉回这么慢点 我们再看下一档喔 好杨博 这个再看一下 下一档喔 好达芳要跟大家讲 最近在涨那个自行车概念股 你有没有注意到自行车 好像全世界都 都买不到 对 大家后疫情时代啊 不想做大众运输 对对怕传染啊 所以达芳 为什么达芳 你看那个日磁美利达巨大 有没有都大涨 那为什么选达芳 大家都不知道 他有自行车 他不是被动元件喔 是 他有做不自行车的啊 他有一个叫VSV USV的这个 有没有 这一款自行车 日本 日本跟欧美 日本的妈妈 很喜欢那小朋友 骑这台自行车 是 形容是两轮的马沙拉蒂 马沙拉蒂是四轮的嘛 他是两个马沙拉蒂 我们看一下下一档喔 好汉迅就是比特币概念股 再看下一档喔 清云也是 清云公布是有获利的喔 是 他已经不是往年的亏损了 再看一下喔 好硬碳 这一档都长期在打底 一旦 礼拜六 我为什么讲 比特币是全年24小时无休的 是 他经常很大的变化 就在礼拜六礼拜天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别人在修饰 资金都往前那边玩 你要大涨也在那时候 要大跌也在那边 我认为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说不定比特币真的会突破1万美元 再看一下喔 好维新你看 这也算比特币半个比特币概念股 再看下一档喔 技嘉今天涨停 这板卡主机板 都算比特币概念股 也就是这样子 我要跟大家讲说 投资朋友提起精神来 好的股票正在底部 就要准备要进场 职工一万两千点是没有问题的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是 谢谢邱老师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财经最新消息 欢迎加入老师Light跟Tag管 财经解释 我们下次见囉 拜拜